各位观众 大家好 在《佛教》里面 《藏偶寒经》里面 有一段经文 说这个四法至上 就是四种复发很重要的 拿四法为上 第一 不死者得佛 我们一个人懂得不死 这个人就等于不忠 他会有首尘 不死就能得到福报 所以这个 谁的 谁的 你肯谁 你就有所得 所以一个人要知道 不死 惜谁 就是富贵 如果听听良戴人家 接受人家的不死 接受人家的惜谁 这是表示我不重 我贫穷 所以因此 人 宁可于惜谁 宁可于不死 越惜谁 越不死 越有福报 第二点 痴性则无怨 我们如果 戴人疾问 都有一颗慈悲的心 讲话也对人慈悲 所有的行为也对人的慈悲 所以你以自卑性来出事 不会有怨恨的 第三 唯善者小 假如我们常常做一些善事 有一些善举 你如果善事做得多 你可以消除很多的罪业 消除很多的奥义 例如我们在这个田里面种车 我们不断地死飞 灌溉 让我们土地上的河苗 都长得很高很大 那个河苗的下面 中有一些避草 已经没有用了 所以我们很多的功德 都要讲功的罪 所以罪不要怕 要紧的是要堵住一个功德 第四是离忧在无脑 你能够常常离开这个忧 尤其是离开爱忧 情忧 忧是一种无人的 忧是一种烦恼 忧也是一种罪意 所以我们离开了这些 都不当的人无忧 不烦恼 那是多逍遥自在的 所以《长武汉经》里的四方为善 第一是说不死在得福 第二是辞行在无怨 第三为善在消耗 第四遗忧在无脑 第二是永远 第二点是离开 分掌 三十五